全唐诗卷22716 野望 杜甫 西山白雪三奇树 南浦青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朱地阁 天涯涕泪一身摇 唯江池墓公多病 未有捐哀达盛朝 跨马出交十级墓 不堪人事日萧条 全唐诗卷22716 野望 杜甫 西山白雪三奇树 南浦青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朱地阁 天涯涕泪一身摇 唯江池墓公多病 未有捐哀达盛朝 跨马出交十级墓 不堪人事日萧条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西山白雪白雪矮矮 护卫三成重镇 南浦边江水长跨万里桥 四海之内战火不断 兄弟失散 之身远在天涯 不禁涕泪连连 池墓之年 只有一身疾病相伴 未有丝毫功绩 报答盛名朝廷 骑马来到郊外 纵目远望 世事日益消停 令人惆怅 这首诗作于宿宗上元二年 公元七百六十一年 杜甫流域成都时 诗人已经五十岁 孤身流落天涯 与家中亲人难通阴信 而中原转乱 尚未平息 更有吐蕃侵扰边地 故他交由野外 有感于国家的内忧外患 又自伤年迈多病 无能为力 于是创作了这首诗 杜甫 自慈美 常自称少龄野老 与近视不地 曾任简教公部圆外郎 故称杜公部 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宋以后尊为师圣 与李白并称李杜 其实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 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内容深刻 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因此被称为诗史 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 由常遇律诗 绷格多样 而以尘域为主 语言精炼 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 存诗一千四百多首 有杜公不及 唯江驰木 宫多病 未有捐哀达胜潮